現在中國大陸說 我們其實不想要對抗 我們只想要合作 我們要跟更多的友善的國家 友好的國家 大家一起來努力的發展合作 現在透過許許多多不同的組織 而現在接下來我們看的 就是上和組織 上和組織現在在北京 我們已經看到舉行了會議 伊朗國旗升起來了 所以這代表什麼 成員國增加了個伊朗 歡迎新成員的加入 那麼就在這一天 大家看到是伊朗的總統 也表示了感謝 然後還特別在加入了 這個上和組織之後 講了什麼呢 就說去美元化很重要 去美元化 您看他就特別講 現在構成西方主導體系基礎 就是美元在主導 要建構公平國際體系 就是要在地區裡建立的關係 當中消除這種主導的工具 所以應該關注的是 我們上和的成員 合作的夥伴進行貿易的時候 該用本幣來進行結算 好第一槍就是直指美國 美元的地位來挑戰了 那現在接下來上和還要再擴容 要擴容以後下面還有一個白俄羅斯 預計2024也要加入 這個衰將軍怎麼看 伊朗是個大國 伊朗的加入剛好就是中國大陸所主張的 這個美元霸權危害很烈 大家都要受過會差 兩次會差的剝削 美元霸權 所以伊朗一來就選了這個痛點先打 在上和會議裡面打 為什麼伊朗跟中國大陸會很好的關係呢 中國大陸在中東所有的座位 我不干涉你的主權 我們經貿發展互惠互利 那跟美國很喜歡用軍事霸權 去主導很多地方 對 所以伊朗這一個第一槍 它的加入的話 這個 因為它被美國制裁了很多年了 憋久了 憋久了啦 那當然選了美國最大的恐懼就是 石油國家慢慢給你脫鉤 伊朗也是大的產油國 是啊 它唯一的這個大筆的外匯就是靠賣油 是 那美國賭它賭得很兇 還用這個盒子發展的這個東西 一直在卡它 是啊 所以伊朗一來就是宣選 美國最大的痛點來發言 而且現在是中俄一的鐵 三角就成形 中俄的鐵三角加白俄羅斯進來 你隱隱約你看的 陸權國家的發展的趨勢已經出來了 你看歐亞板塊裡面 中國大陸最大一塊 俄羅斯最大一塊 中國一塊 中東這一塊 除了印度在南邊以外 這個這些國家的結合 以前是被海權國家所封鎖 宰治 剝削 是 那現在這個痛了以後 你像那個商品一樣嘛 你壓得越兇 中國大陸一定花更多的錢去發展嘛 而且跟中俄一樣都有核武的能力 都有核武的能力 因為伊朗也只差一步啊 那個濃縮又已經到了 可以快要到可以發展核子武器了 所以這個問題 那伊朗最大的對頭是以色列嘛 以色列居然也沒有講出一個很激烈的反應 是 所以這個時候就看著中國大陸在外交的戰爭裡面取得勝利 是 外交戰它的戰果收穫滿好的 那習近平還警告這些國家 你們小心啊 美國的顏色革命又要來了 是 這個待會我們就會馬上談到 要請教這個楊永明老師 因為習近平確實呢 在這一次他談到了幾個重點 當然首先你說去美元啊 去美元到底要怎麼做呢 習近平是不是告訴你方法了 你看他致詞的時候說 建議擴大上合組織國家本幣結算的比重 這是第一個 然後呢又說拓展主權數位貨幣的合作 這個就第二點 再來第三 推動建立上合組織開發銀行 所以我馬上想到金磚國也有開發銀行的成立 來請教一下楊老師 我覺得昨天7月4號的這個上合會的這個就是高峰會 先譴責一下 這個印度也實在是太沒有印度了 本來今年3月還發了邀請函要辦實體的高峰會 但是呢我覺得很顯然是莫迪被美國說服或者是壓力 我給你國次訪問 你不可以讓主要是這個普丁 在這個戰爭之後到就是印度來參加這個樣子高峰會 他把它變線上沒有關係 其實我看習近平這個講的這個話的內容 他是準備好的 也就是說他講第一點 他說要這個各個國家從地區的整體的長遠利益 出發高度的警惕外部勢力在本地區進行新冷戰 山洞新冷戰 然後反對以任何理由干涉內政推動顏色革命 因為這整個區域從中亞到南亞到中東過去就是不斷的動盪 這是海權國家的一個揚謀 也就是他讓你入權之間 不斷的因為有領土的爭議發生衝突 你就永遠彼此在那邊彼此對抗 但是你沒有辦法去對抗海權國家的這樣一個主導性 然後整個這個區域也不斷的有內戰 不斷的有這個國家之間的戰爭 然後發展這個落後 現在大家平定下來 但平定下來其實經濟的發展 這整個的發展其實還是要以政治的穩定為前提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這個提醒 那第二個他說 還是要堅持經濟全球化的方向 反對保護主義單邊制裁 然後呢反對搞竹牆涉壘 然後脫鉤斷鏈 這個東西當然就是說是針對中美之間 尤其西方對於這個中國的這個整個貿易戰道科技戰 第三點他說要把蛋糕做大 然後呢他真的講蛋糕 然後呢建議擴大國家本幣結算的份額 拓展主權數位貨幣合作 以及推動建立上核組織的開發銀行 那金磚銀行全名叫做新開發銀行 已經在2020年就成立的 那個時候的第一任行長還是印度人 現在的行長是巴西的前總統羅塞福對不對 金磚銀行到現在為止其實已經貸款超過300億美金 那這一次我覺得上核這個動作就表示說 那一個是這個新的開發銀行 那我覺得當習近平講到這個話公告出來的時候 一兩年之後就會做得到你放心 然後呢這個本國貨幣的結算要增加 他拓展主權數位貨幣的合作 這個跟數位人民幣是有關係的 所以這三個東西我覺得在兩三年之內 大概在上核會都會出現 可是各位要記得 上核會最早在開始是反恐的 對不對 它是一個安全組織 它不是一個軍事聯盟 我覺得過去現在跟未來上核會都不會是一個軍事聯盟 這一定要搞清楚 西方人搞不清楚 他就認為說上核會就叫紅色北約 這就完全誤解 但是呢 這裡面上核會從安全政治 現在進入到經濟合作 為什麼 因為昨天的一個會議很重要 伊朗加入之後你就看 中 俄 一這三國在上核會形成一個連結 同時也代表什麼 中亞 南亞 中東和中俄的這樣子的一個 以歐亞路快為主的連結出現了 它是一個大地緣的這種區域組織 所以當這些項目 當經濟合作的這些項目 主權貨幣基金或者是本幣結算 以及這個開發銀行都成立之後呢 不要忘記已經貫穿整個上核會的 就是什麼一帶一路 以及中國的這個投資 對不對 所以當這些經濟上的 以及金融上的開始貫穿的時候 它的穩定性就更高 它的將來對抗就是海權國家的這種 就是說對抗的機制跟底氣就會更強 好 介大使 那我現在回來說 這次上核組織開會發布了新德里宣言 結果有人就講說印度是在幹嘛 人家都要這個一帶一路 那就是唯獨你印度不在裡面 所以是要自己搞印度版的一帶一路嗎 然後呢 在這個宣言裡 其實就想說 你是要拐個彎來罵人嗎 因為有觀察人士 當然這個也有外媒分析啦 就說什麼相互尊重主權 不使用武力 這種字眼大概是印度在暗批中國吧 可是也有人講說 那這個宣言裡面有提到 會員國應該避免宗教不包容性 激進民族主義 以種族歧視以及仇外心理的擴散 那講的這個字眼 是不是其他的成員國反酸印度的呢 大使 印度這個國家有個特色 他跟他所有的領邦通通打過仗 而且呢 關係極不好 這是印度第一個特色 印度在上核組織裡面 也有個特色 跟其他所有成員國都不好 所以我認為印度加入上核是一個錯誤 上核應該要找個機會 請他離開上核 因為從戰略上講 他就是一個什麼黃魚 因為印度是次大陸 他跟這個歐亞大陸來講 他是比較偏僻的 他只有在他的這個 所謂西北角 他偷佔了一塊克什米爾 才好找到一塊進入到中亞的通道 但那塊土地也不是他的 對不對 那塊土地到現在 他前幾個月辦那個世界觀光年會 結果跑到克什米爾去辦 這些包括上核所有的國家都抵制他 等於說很故意 對 上核國家通通都抵制他 上核國家基本上80%是回教國家 對印度在關在印度 把印度在裡面欺負他那兩億的印度 印度籍的 穆斯林 那些 那些 那些回教國家吞得下去嗎 所以印度是木馬屠城記那個木馬 所以他是破壞上核組織的 這一次這個峰會就充分顯現出來了 上核組織還有三個對話夥伴 這三個都比印度更適合 我告訴哪三個 蒙古 這個還有阿富汗 還有白俄羅斯 那上核組織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印度 它是歐亞大陸的一片連結 那麼從這個 從這個太平洋一直走到大西洋都可以 上核組織現在最重要的一個 伊朗進來了 伊朗下次再進來 再進來一個沙烏地 沙特 後面還好多 阿聯酋 對 就比較符合上核的這個宗旨 是一個陸權世界的大結合 陸權國家打通這個思路 古思路 古思路哪有印度的份 所以印度事實上是個錯誤 我認為找個機會把它踢出去 好 所以他現在不要跟這個一帶一路 跟中國大陸合作一帶一路 剛好是不是 剛好而已 帥將軍 對啊 這個因為這就看出來 一帶一路在上核組織裡面的關鍵性 因爲什麼 你開會開了半天沒有實際效益 這個關係是建不起來的 但是你有這條鐵路過去 一帶一路過去 四路 沿路 這個銀行也開了 他可以投資 這些國家可以順著這個一帶一路做生意 那中國大陸也可以拿著別的國家投資 把一帶一路更打通 但印度沾不上邊 那邊一半是喜馬拉雅山跟他們隔掉了 這邊又有阿薩姆幫跟他也不是很好 對不對 巴基斯坦也不是很好 而且你在裡面除了繳禍以外 沒有什麼角色可辦 你是美國驅動的 只是因為俄羅斯跟你關係還不錯 當年才你進來 還有一個沒有很多國家不會忘記慘痛的經驗 中東國家裡面一直到那邊 歐洲 這個嚴世革命16個國家差點被顛覆 利用宗教的 你看 孫尼派跟什葉派的矛盾 利用這個國家什麼酋長 國家跟民主的自由的對抗 各種的矛盾搞得每個國家都亂 還有引起內戰 那美國在外面再插手 所以這些國家都有痛苦的經驗 是 都有這個經驗 所以今天上河組織一出來 好不容易美國的手伸不進來了 這些國家參與的程度就高 我講最重要就是實際的利益看得到 因為這條鐵路開通以後 做生意的 做貿易的 做建設的 做投資的 大家都均沾利益 所以這種才能夠緊緊的拉住 這些國家的團聚力 那為什麼沙特他們急得要進來呢 對不對 伊朗這個一跳進來 以色列就 沙特就很放心了 我們在52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限流 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 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是我們不放心 讓真相被聽見 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會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因為這個app非常貼心 中天的新聞 直播 節目 全都在裡面 依次滿足